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我的model y 领车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驾驶的旅程呢 刚好过了6000英里 也就是将近1万公里左右 但是呢 我的电池看起来耗损的非常厉害啊 在前几天 依照车子的显示 在我充饱电量的时候 续航力只剩下293英里 对比long range model y 原本应有的326英里呢 我足足耗损呢 有33英里 也就是大概超过50公里的续航力哦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而我应该要担心吗 我要趁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到底你的特斯拉应该要怎么充电 如果发生像我一样的情况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呢 记得在我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你的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了 Let's go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车子目前的一些数字哦 一般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让它显示呢 都是以电池百分比为主 因为呢 我觉得这样用起来是比较准确的 待会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车子的里程数是来到6017英里 也就是大概将近1万公里 还不到1万公里 目前我的电量是在55% 那如果我把它切换成距离的话呢 是来到163英里 对比我的AppStats这个App呢 它是非常准确的 它是根据特斯拉的显示 163是现在的电量 那如果冲到宝的话 我是有来到297哦 是比之前我讲的293好一点 透过这个图形可以很明显看到我的电池续航力呢 在前几天很明显的往下掉了 而且掉的非常多哦 最高呢曾经来到293 那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是来到297、298的位置 在这之前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特斯拉的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电池管理系统呢 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监控我们的电池续航力呢 以及我们平常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充电 对我们的电池是最好的方式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知不知道 在特斯拉的车子上显示电力或者续航力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显示百分比的方式 而另外一种就是显示剩余里程 不管是英里或者公里 我个人会建议大家使用百分比的方式 是因为每个人开车习惯都不一样 驾驶的环境也不同 而预估剩余里程的数字 它是根据最佳有可能达到的方式去计算的哦 所以往往呢 这个数字是非常难以达到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美国的官网 这一部分它回答的比中文的官网还要详细哦 我举例来说好了 有点像使用手机啦 没有人在显示你可以剩余使用的时间嘛 都是显示剩余的百分比 主要是因为大家使用手机的习惯都不同 而车子呢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话虽如此 以我电池的情况才开了6000英里 不到1万公里 而电池耗损呢已经达到了10% 如果这个账面数字是真的 那表示我的电池有非常大的问题 聊到电池问题 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就是 平常该怎么样去保养电池 根据特斯拉的官网 他们是建议我们的电池 应该随时保持在20%到90%之间 如果有可能的话充电线随时都可以插在车子上 这是官方建议电池可以留在最佳状态的做法 除此之外 如果非必要尽可能的使用低电流的充电方式 像在家里啊 不管你用110220伏特的电 而Supercharger只有在必要 也就是长途旅行的时候才使用 这个是对电池健康最好的做法 言下之意就是太常使用超充 对你的电池负担也就会比较大一点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难选择的就是温度了 他是建议在越温暖的环境呢 对电池是越好的 而且上次几点我在过去几个月都有做到 我每一次充电都是维持在80%左右 我只要一回家呢 基本上不管电剩多少 我就是插着让他充电 但也可能因为这样导致电池的校正失灵哦 所以我的电量呢 现在看起来他的耗损的这么严重 讲到电池校准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特斯拉的电池管理系统 他是怎么样运作的 在model 3之后 特斯拉采用的电池校正方式呢 跟以往稍微有点不同 必须要在车辆熟悉的时候 才有办法读取电池的资料哦 不过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车辆是没办法进入睡眠模式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哨宾模式 当你哨宾模式启用的时候 你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进入睡眠模式哦 而第二个呢就是充电 在充电的过程呢 你的车辆也是没有办法进入睡眠模式的 而第三个也是刚拿到特斯拉的朋友 最常犯的错误 就是三不五时就把app打开 观察一下车子的状况 只要你的手机一根车子连线呢 你的车子自动就会被唤醒了 所以如果你的车子长期处于 以上这三个状况之下呢 可以说你的车子是有失眠问题的哦 但偏偏现在model 3 以及model Y的电池管理系统呢 他需要你车子进入熟睡 最好达到三个小时之下 他才有办法去读取到当时的电池资讯 而除了这个条件之外 他还需要在不同电量的情况之下 来去做读取呢 这样才能获取到最精准的数字 当我们了解到特斯拉电池 是怎么做calibration之后呢 我大概就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过去几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规律 除了只有偶尔出去几趟旅行之外呢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或者在附近 一个礼拜去上三次班 那距离也都非常的近 所以我车子的电量常常都保持在60%到80之间 而就算难得出门 我的车子哨兵模式基本上也都是启动的 也就是说我的车子很难有机会 在60%以下进入熟睡状态 也因此他没有办法去读到一些低电量时候的数据 进而造成我的电池看起来严重衰退的假象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的data收集的不够 那知道什么原因之后 我们接着就可以对症治疗啦 这个问题比较常发生在Model 3以及Model Y车主身上 以往的Model S或X 他只需要进入睡眠15到20分钟的时间呢 他的BMS系统就会开始去读取电池资料 至于新版的Model S跟X 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我们就等之后的车主来汇报 而我这边要教大家几个具体的做法 如果你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你可以试着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每一周做一次20%到80%的充电 以我为例 我就是要变成每两三天充一次电就好 确保我的电池在20% 40%的时候 都可以得到他要的数字 如果这样还不行 大家可以试试看直接从10%充到90% 连续这样做个几周 相信你的电力就会开始慢慢往上爬升了 万一万一真的还不行 那就试着从10%充到100% 不过大家要记得 当你一充到100%的时候 最好就把车开出去绕一绕 稍微放一点电掉 因为车子电力长期处于100%的情况下 对电池也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虽然一浪曾经说过 充到100%没有什么大问题 充到95%都还好 而充到100%的话 你只是会丧失掉一些动能回收的作用 但我个人建议 保险起见最好不要充超过95%以上 太久的时间 虽然我知道特斯拉应该是有预留一些缓冲空间 养成良好充电习惯 这样对大家车子是比较好的 不过讲到充到100% 这边有个特例 就是中国上海所产的Model 3 如果你领到的电池是磷酸铁离 LFP电池的话 恰恰相反 特斯拉是建议 各位要把电量随时保持 充到100%的状态 这样对电池 不管是判毒 还有电池健康度 都是最佳的状态 而去年11月 特斯拉透过空中更新 这些车主你们的车子 自动变成100%是预设值了 不像我们还是有分为日常跟旅行的情况 所以在这边特别跟各位车主讲 如果你的车子是磷酸铁离电池的话呢 就不要像我们一样 只充到百分之八九十了 然后这边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 突然间发现你车子的续航力 衰退的非常严重啊 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看到我这个图表啊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吓一跳的感觉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不妨照我的建议 改变一下你充电的习惯 相信过几周之后呢 可以看到你的续航力 慢慢的爬升上来了 所以在过去几天 我开始打破我原本的规律 我一条隔天不需要出远门的情况呢 刻意晚上不帮他充电 让车子有机会达到休眠状态的时候呢 同时可以读到不同电量时候的数据 而才短短一个礼拜时间呢 我的续航力已经从最低的293英里 在昨天我一度看到有到299哦 所以看起来它是在往上修正 也因此呢 我就没有那么担心了啦 不过这个校正需要几个礼拜时间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最后结果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一会儿会在之后的影片 跟大家更新我的电池情况 希望今天影片对所有特斯拉车主 或者潜车主呢 能够有一点帮助 如果你的车跟我一样 发生续航力距跌的情况呢 先不要太担心 非常有可能是电池校正失灵的状况 用我的方式让你的电池 试着去校正几个礼拜 看看它是不是开始往上爬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内容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你的赞对我的频道 帮助真的非常的大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也记得按下订阅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次的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感谢观看